IMB詐騙還我錢 拉紙白布條越講越氣憤 他們都是IMB吸盡案的被害人 日前真信主賢等人遭到收押 但其中一名黃信共犯 曾是公司的發言人 被指控在金鴨修保後 改名繼續開投資說明會 被害人在自救會上 得知他4號下午將開說明會 一群人偽裝成學員想要當面對職 但等了一個多小時 演講者卻沒現身 但明明是自己找來的講師 現在卻是疑問三不知 連背景都不清楚 這說法讓被害人無法接受 然後他說呢 欸他沒有來 不知道是因為呢 知道我們這些受害者在這邊 想要跟他說明 討一個說法 討一個公道 就不敢來了 他是不是作賊心虛 從IMB案至今已經過了三個多月 被害人生活和工作 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如今司法還沒判決 就發現涉案人恐怕是從操就業 用同樣的手法騙人 就會勇敢站出來 不僅希望把損失的錢拿回來 也不想要再有人受騙上當 TV小黃金國家麥 台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